香港寸金尺寸,要负担高昂的楼价费用,拥有属自己的暗乐窝是不少人的梦想。 近年就掀起的潮,意思是在香港上班,赚取更高的收入,然后在价较低的深圳居住。 日前就有在社交平台小红上拍片分享一内地南月花八千元在深圳湾口岸附近两房一厅,每天跨境到中环上班的经历。 这名内南称他每天都会香港深圳两边走,跨境到中环公司上班,每月约花八千元在临近深圳湾口岸的一个上住宅租屋。 从影片介绍中可见,单位非常宽敞,房衣厅连露台,其中一个房间更被用作衣帽间,放置四季穿着的衣服,和收纳被子和行李箱等些的大型佳品。 内地南姐是因为口岸附近就有通巴士到中环,她每天上班的车程只需约一小时,巴士上休息一下便可到达公司,非常方便快捷。 且如果要在香港租屋的话,绝不可能用这么便的价钱就能租到两房一厅的单位,所以即便她天长途跋涉,仍然选择回到深圳居住。 部分网民到她的分享后都表示羡慕,称赞她在香港赚钱,镇平租屋是高性价比的选择。 而且车程并不会长时间,甚至比香港某些地区到福区的往返时还要短,可谓相当方便。 不过亦有网民质疑每天搭跨境直通巴的话,交通费也会加重开支和付。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请立即更新,浏览精彩内容。